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也有几个 这个尤其是和灭共相关 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 在海外当地的这个司法的这个机构 对一些中共的这个相关人士 包括对这个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新一轮的这种制裁跟关税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是一个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消息 是说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法庭呢 这个在这个上周 这个指控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商人 叫曲乃杰 说涉嫌挪用这个辽宁省和大连市的这个政府 拨给海昌集团的这个3200万欧元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然后呢这个 并且呢就是这个这位这个 这个商人他就把这笔钱 在五年当中在法国呢 购买了25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酒庄 那检察官呢声称就说这个 他和他的这个团队使用一家离岸公司 去掩盖过去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并且呢是由波尔多商会的这个 主席领导的这个会计公司 去指控他是这个是从犯 那这个曲乃杰他手下的一名雇员呢 已经被判18个月的这个缓刑罚款 是5万的这个欧元 那目前呢这个新闻上写呢 说这位商人他还会去追寻一个上诉 并且他不认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控 那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 慢慢的我们看到更多的 所谓过去的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商人也好 或者富豪也好 或者是这个白手套也好 包括像秦辉 也是都在各国的这个法庭当中 因为他们的这个非法的这个挪用的这个资产 那得到了这个当地政府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另一个呢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也就是梁冠军 那为什么会提到他呢 是因为最近这个新闻上面 司法显示就是说 司法部呢这个外国注册代理人的这个官网 显示这个美东华人社团的联合会 在2023年的9月19号的时候 首次递交了注册文件 也就是这个梁冠军所控制的这个 所谓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会 在2023年才向美国司法部注册成为了这个外国代理人 然后呢 并且呢这个在4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注册文件还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这个更新当中显示梁冠军他已经回到了这个中国 而且呢这个原因说这个他年老并多 而且不打算返回美国了 那这个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梁冠军当时 对这个爆料革命的一系列的这个行动 包括他背后 这个郭先生也说过很多次 他背后就是吴征 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 这个梁冠军跟习的合照 跟孟建柱的合照 然后这个在这个中国各个的这个场合当中 然后也包括对吧 这个他的整个这个华人社团的联合 他的这个注册的地址 其实是在这个北京原来的这个统战部的这个部门的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 这个昌导哥我们怎么看这个梁冠军的这个事情 他已经回国 那有一些战友呢 讨论说这个他可能是被弄回去的 那有一些战友呢 也在讨论说这个他可能是为了要躲避 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裁跟司法调查 所以他提前回到了这个美国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 这个他们终于把这个共产党其中的这个社团成为了登记了这个 officially去登记成外国代理人 但是呢梁冠军本人已经不在美国了 嗯对 这个有一句话我们过去大家都熟悉的 叫跟在共产党走向火葬场 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梁冠军身上肯定不会错 尽管今天还没看到他进火葬场 但几乎他已经一半进去了 他只要回国了 共产党这种体制是绝对不会留下他 或者是隆得下他的 尤其是这种人他替共产党在海外干了这么多脏火 这一定会被灭口 一定会被这个 小时这个郭先生过去讲的很 不仅仅是对梁冠军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的结果 他的前途基本上就摆在这边了 不管他是因为潜逃 还是说被共产党弄回去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 总之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 被登记为这个代理人 我相信他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 肯定是被动要求 第二个就是也揭露了整个中共在海外 尤其是在美国渗透 这个在海外的这种警察这种系统 然后对海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的这个迫害 就用这个实证的证据给所有的这个美国人去看 到底过去中这个爆料革命 郭县传播给大家 爆料给大家的信息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过去对爆料革命的这种诬陷 这种伤害是不是真实的 这就是最有利的证据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当下 在郭县在这个案子马上要开始的时候 是最好的一个证据 展示给普通老百姓 给媒体去看的 过去 因为跟爆料革命有关了 梁冠军 美东这些商会 跟爆料革命有关 过去几百人在18楼楼下去抗议的 是吧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去忘 所以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来展示 过去爆料革命被迫害被伤害 郭县被针对性 共产党针对性的去诬陷 去伤害的最好的一个例子